台灣健保醫療體系裡面非常關鍵的一天 也是過去14、15年健保以來 要邁向一個新的里程碑 確實在這個里程碑當中裡面 我們看到一個執政團隊方槍走板 從過去一代健保 實施這15年來的諸多不公不義之地 從六類十四目等等 諸多收費標準不一 又無法截留只懂得開源來擴大廢機 但是絲毫沒有看到如何降低廢力 這是我們一直在冰池這十幾年來 經過專家學者大家共同討論 從一代邁向第二代 去年2009年的4月份 大家全國人民忍耐 因為期待的這個第二代的健保即將誕生 所以在1.5代健保 大家忍受讓這個健保費用先微調 期待的結果卻是一代不如一代 變成爬帶健保 所以當這爬帶健保端出來的時候 我們沒有看到原來的一個公平正義 我們沒有看到如何受弱勢者的一個輔助 讓健保的永續經營得以經營下去 反而看到了像一部拼裝車一樣 左錯右挪 然後走之右錯 這樣的一個健保的方案 沒有辦法造成未來的一個永續經營的基礎 也為整個廢力的開機 廢機的定令 永遠是無止境的 我們在這邊不問要執政團隊 不經要反問執政團隊 健保的永續經營 是如何開源節流 在節流的部分上 沒有去渡劫這些醫療的浪費 沒有渡劫這些要價的黑洞 沒有去公布這些要價的一個申請的差距 開源的部分也沒有擴大廢機 反而是找窮人算帳 反而是找壽星階層算帳 台灣75%的稅率來源 是來自於壽星階層 卻是要負擔更大的比例 對於資本利所得 稅負單位可以扣 但是健保單位沒辦法扣 這是財稅單位 稅負單位的帶動 讓整個二代健保的精神蕩然無存 這是我們最遺憾的地方 也要提出最嚴厲的譴責 原本富人多角 窮人少角 這個基本精神意義已經蕩然無存 所以我們在這邊民進黨黨團 在這邊再三奉勸國民黨黨團 懸崖熱馬 不用當執政者的一個打手 這樣不符合公平正義 必將讓選民透氣 謝謝